全部馬匹準備拖檔第五場三班 一千米的短途賽事準備 好 一起步的時候 前面快點的馬 見到中檔位置外保區 外面江山漁畫中間有竹金內蘭 是超新之力搶的 在外面的馬匹還有金泉 大外擋是時尚歡樂 後一層馬匹見到的馬匹 有這隻星力 內蘭妙不可言 在後面威威巨星在尾四 紅衫紅帽 尾三金樽浩 電後兩匹馬是九天銀鑼和金頂之寶 過了六八 前面帶頭的馬有幾隻馬 內蘭超新鮮江山漁畫 外面位置時尚歡樂 第四位有金泉 第五位就是這隻竹金 再在外面位置就是外保區 後面的馬是妙不可言 中間等位就威威巨星 入徵最後直路 前面超新鮮中檔佔先 外面有江山漁畫 埋欄位置有金泉 中間威威巨星和竹金都追上來 繞到最後八多米 超新鮮佔先 但是威威巨星的後徑相當靈禮 再在裡面位置 還有這隻竹金接近中碟 又是你了 潘頓 威威巨星贏 第二名超新鮮和竹金相當接近 結果真的可以幾個字形容 贏到你不相信 就是這隻威威巨星 潘頓瘦薑來贏 第二名的馬就是這隻超新鮮 第三隻竹金 幾乎都是表演賽 那位巨星馬群中間 好像開了個洞給你捐捐上來 那就贏了 跑第二名就是這隻超新鮮 第三隻竹金 第四是外保區 八號、十號、六號、二號 最正路的幾隻馬都翻來了 潘頓山人 1月3號 買什麼禮物都可以 現在 方家柏先生 恭喜他 贏了香港第五八場 頭馬 所以你們選完那幾隻 我都不知道有什麼馬可以選擇 沒有馬可以選擇 男主角通常都是被迫的 五八場 但是這次的明星肯定是潘頓 起步 其實這次起步很銳利 跟其他馬同步約出 對 反而是金釘之寶 在巴胸尾的馬 就是這些配件對他的幫助大 前面走的當然是多 預算是多 超新鮮又快 另外還有中間 江山漁華 然後金釘開面的時尚歡樂 都去搶賣一份 快到 你看看第五名的馬 是掉了 給頭那幾隻 外保區還在鏟著上來跟 稍微好一點 德貴都爆得厲害 在他後面就是竹金 在他前面竹金 在他後面就是巨星 你看看竹金這裡 擺正法力 在他前面的馬位之後 谷草直流幾場 可以讓你反先近兩個馬位 這場真的有明顯的分野 還要看到潘頓都沒有出過B釣 對 已經收工了 已經 兩秒不可言 不停拍過第五 分段時間 頭段12秒8 第二段21秒48 末段22秒93 總時間57秒21 好了 潘頓這麼厲害 下去聽聽音樂 學一下他吧